有些市民另外一个比较担心的内容 就是自己的信息会不会泄露出去 会不会安全 因为在一些场景当中 我们刚才新闻说了 比如说进一些园区 可能也会去拿出手机扫我的这个码 比如说保安就可以扫 那他扫完之后 看到的具体是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其实在这个问题过程当中 其实很多网友都提出来 包括他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区域 来跟我们反映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核心的数据 都是在我们上海的电子政务语音上 而上海电子政务语音是有 很强的这个安全防护措施的 而且从我们手机端或者移动端 反映的这个码的状态 其实都是一个状态信息 它并不含一些个人的隐私信息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必要担心 就等于实际上 如果保安扫出来 也只是我是绿 是黄 看到的就是一个状态信息 同时可能附带了一些照片信息 其他的跟你个人相关的信息 其实并不在他的扫码的 获取范围之内 也就不存在隐私泄露的一个问题 对 您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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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